大家好 我是S&H48曼徒的冯星朵袋 也可以叫Nasi或者朵朵 朵朵 謝謝 然後那個說到什麼來的 新螢幕 他們今天都說Catch Freeze嘛 但是不太敢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會中文這一種語言 1加1等於 2 1加2等於 1加1等於 134加6等於 好吧 大家算數都不錯 然後呢 剛剛看到就是 其實我也沒什麼幸運物啦 因為我就是很不幸運 我要是說 幸運物是手機 因為我手機丟了就很不幸運 所以我身邊的所有東西都是幸運物 然後我也想說一下就是 在座的大家都是我的幸運物 你們說是不是啊 劇場裡大概有300多人心虛地低下了頭 好吧好吧 不開玩笑了 然後希望大家今天開心的欣賞公演 謝謝大家 耶 均開雙眼的穗美人 指會在下一秒見到你 大家好 我是Azenture Team M2的周怡 大家可以叫我碎碎 謝謝 謝謝 最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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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說到幸運物的話 本來剛開始我還沒有想到 但是今天前四首歌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後面一直在吹腰風 吹我後幾回都涼了 然後也要感謝這陣風 把大家給吹過來了 因為感覺好久沒有公演了 其實我們都很想大家這樣 並沒有了 不要說出來 那就是這樣 然後如果真的要說一件幸運物的話 我應該跟剩下一樣也是 覺得是自己吧 因為就是我的好朋友 他們就是經常玩遊戲啊什麼 都喜歡叫上我 因為我坐在哪邊哪邊就會贏 然後所以他們就特別喜歡叫上我 然後就是這樣 那就請後面的小夥伴做介紹吧 耶 大家好我是SNH48曼兔的陸婷 陸婷 我準備剩下一個動作 謝謝OTT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我刚刚本来不想说的 然后就是因为张叉叉寄到了我 本人也是放下了老脸准备来说一段 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一下 大家好 我是罗丽玉坚 长发短发 孔湘营 孔湘营的陆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保护好嗓子 好 谢谢大家 然后说到幸运物的话呢 因为我是一个有点老迷信的人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寺庙里面 还有那种喜球那种服 然后还有那种开了光的那种东西 然后我就会 就是身边会放一些这种东西 然后去日本 然后我跟阿黄 然后Kiki 也是去日本各种寺庙 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大哥抽到极了是不是 对 抽到大极 抽到超级极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刚刚看到那个Kiki 默默地攥紧了手里的纸一看 凶凶 然后我觉得好像在她面前开心不太好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幸运物 就是那个鹿 就是鹿角的那个鹿 然后就是总选的时候 我把那个有个小鹿的一个项链 然后挂在自己脖子上 然后拿到了一个挺好的成绩 我觉得这一年我就把那个项链 放在我最耀眼的位置 天天击败它 然后希望就是每天都能够活得很幸运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一个幸运物 当然我的幸运物也是大家了 不要低头好吧 低头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样子 谢谢大家 那我们这位MC的话题说的是 大家哪个部位最怕痒呢 嗯 先从你开始吧 啊 先从你开始吧 我不怕痒 真的吗 真的不怕痒 真的吗 脚底怕吗 我真的不怕痒跟你说了 果然哦 屁股怎么会怕痒呢 真的不怕痒 天哪 我真的不怕痒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就是烂肉吧 就不怕痒啊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地方怕痒的小玉呢 小玉呢 没有 我有 我有 一招致命 我小百姓怕痒 你敢劳吗 脱了呀 好好好 你敢脱我一招 不要不要怕熏到观众 还是保护好观众各位的鼻子 没有哦 对 那小玉就很怕痒嘛 对不对 全身都很怕痒 小橘呢 小橘你有什么怕痒的地方吗 我其实很神奇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你挠我一下 我有时候会痒 有时候不会痒 哈哈 你刚刚在不做痒痒 我还没有碰到 我没有碰到 你刚刚 你挠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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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做了个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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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感觉 我感觉理发卡应该是躲不过痒的了 因为她不会做痒痒 理发卡着 她再怎么也躲不要感觉 卡在这里 对卡在那里 卡在那里不行了 那那你有什么怕痒痒的地方吗 说实话吗 嗯 不然嘞 不行 肩膀 脖子就快吧 脖子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以前小时候 害怕别人按摩 你按摩我就有了 对对对对 但现在就好了 现在就是痛 那些按摩阿姨说 我们就是跟那种起司的老阿姨一样 对的 是我们的身体 这边是我们那种 就是像就是有 那个阿姨专门把我们做那种推拿的什么 就发现里面全都是一种老阿姨的喘叫声 是 哎呦 对 哎呦 这个地方不行不行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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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有点酸 这个地方再爱一会儿 就这个样子 对 刚刚就是感觉 嗯 我真的不怕痒 你说你的 你说了两遍了 对啊 因为她一直在挠我呀 你说你的 然后就是我们队里还是蛮多人怕痒的啊 比方讲说我的室友就很怕痒 哦 对 所以每次如果她一击到我的话 我就说 对我就挠她 挠她 挠她 特别是她的 她的脚底板是真的不能挠的 你知道吗 她一挠她会 她会踹人 我上次差点萌芽被她踹飞 那她 我又说你不拿外卖是不是 然后我就挠她脚心 结果 一下子就是 你说的这个我就想到上一次我真的是作死 我忘了好像是林思义还是谁嘛 嗯 就她嘴巴这样 我以为她在玩 然后我就去挤了一下 因为她喝了一口奶茶 喷了我一脸奶茶 我就发现 对 所以千万不要随意去捉弄别人 真的是 挠死 那你说一脸奶茶吗 一脸奶茶 我气死了你知道 但是你说怪罪她吧 又不太好 因为确实是我挤的她 但是 我跟你讲 幸好林思义没有喝百香果 不然你脸上全是那种一粒一粒的 很恶 真的是很恶心 那时候我以前就是 谁在旁边碰我也在 我在那吃饭 喷一口饭 然后在冯青酒的头上 对 然后冯青酒在那边 酒饭 对 那那个温言 那你有什么怕两个地方吗 腰吧 腰啊 对啊 你说腰 你就是说腰你干嘛躲呢 拉姐 娜娜她除了脖子之外 她的腰也是怕痒的 她腰不怕痒 我刚拿了半天 她怕的 我感觉就是你们两个可以互相攻击了 一个够脖子一个够腰 这样 她够不到 所以够不到 所以够不到 娜姐 娜姐开始要生气了 凭什么说我够不到 对吧 娜姐想够的时候还是够得到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 那其实就是 呃 今天人有点少啊 对啊 对啊 娜姐是不是有一种词穷的感觉 有种 大哥已经耗不住了 完蛋了 天啊 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可能呢 我就觉得就是痒痒的话呢 就是很多话题可以聊啊 比如呢 比如说像 对就是 比如说 你知道 比如说 很久没洗头 头皮痒 哈哈哈哈 那是恶心吧 那是恶心 擦擦 擦擦擦真的 每次你知道 每次发型师姐姐做她那个头发都是 你先洗个头再过来 对 然后她每天早上 我们像我们每天早上都吹完头发 洗完头再出门 像这样 那个 我已经听到后台她在死叫的声音了 她就是会就边抓头 你知道吗 然后头像个海带一样 刚撩出来 对不对 她是那个洗了之后没有吹 我已经听到下面说 咦 这种声音了 其实今天阿芬不在 你知道吗 阿芬有时候也是洗完头不吹 还就出门 像从海里面刚被捞出来的一个人 然后我们经常会去机场的时候 就是说哎呀 今天要化化妆啊 打扮一下自己啊 她就说 没有啦 我最近都已经是 全部都是 全部都戴满了 就是眼镜啊 口罩 然后像孙燕芬的话 她就说我只要洗个头就可以了 我只需要洗个头 她就不需要打扮 她觉得洗头就打扮自己了 可是她主要是 那刘海已经遮了半年了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值得她洗头吧 对 可能粉丝也不值得她洗头 这个样子 你们倒是给点反应啊 啊 大哥脸红了 大哥一下子 没有人给我做反应 脸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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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大哥一个人在这个MC台上有什么用 不哭不哭不哭 如果大哥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没什么用的话你就下去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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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用我有用 就是我感觉还是小菊还是会给我做点反应 是 向小玉冷漠 从头到尾冷漠 大哥说的对 大哥用眼善事你好几次 都这样死挤了 何小玉 甚至有时候躲避我的眼神 何小玉 因为我觉得大哥一个人说话就好了 我就要看你一直说 今天就是你们在搞我跟你说何小玉 还有陈文言 不要偷笑 就是你 对 反正就是今天就是一个纪念阿芬的一个MC 然后 然后就是这个MC差不多该结束了对不对 你不要这样看我 娜姐你也不帮我 我好干呢我一个人在上面 结束结束 娜姐你来结束这个话题 娜姐你来结束 你一定要引爆全场了 你现在是最后一致 完蛋了 给娜姐一个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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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姐 我死说也不给 不给反应 做梦吧你们 想的美 好啦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欣赏好听的歌曲吧 娜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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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知道了 就是把名字起得长一点 偶像可以起来手一点 是的吧 是真的记不住 说完回去立马很多人开始改自己的ID 不要改 不要改简单一点好不好 这个名字由900900900 对 改成七字绝句 改成 作为一首诗 我听懂 我跟你讲 他要是真的改了的话 你完蛋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反正生日祝福要取消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还是有 我知道 在台上还是会说的 所以他们写改成999个字 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真的是什么 七言绝句 然后一天有五个的那种 是不是要写在手臂上 你快给我看看 衣服扒开 画成一条龙 那我这边也有一个生日祝福 他的ID是 烟墨记同学你在哪里 你不在 尴尬 好吧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没有了是吧 我这有一个生日祝福 他的ID为 郭俊云爱爱丽莎 不是 郭俊云爱爱丽莎 你好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好的 那么 今天MC的话题 今天MC的话题是 冬季纠集的取暖方法 对 要怎么取暖 也快到冬天了嘛 然后 鸡宝呢 鸡宝最近 鸡宝干啥 鸡宝最近 怎样 对啊 那个 觉得冷吗 天气 蛮冷的 就是 其实冬天的话 其实我们以前在学校嘛 就是下课之后 大家会挤在一堆 就是 挤在一起嘛 就会很暖 然后 你知道吗 今天下台的时候 sorry 今天下台的时候 张雨昕抱了我 就是那种 死贴 她说她冷 然后死贴着你 太热了 不是 她说 我现在就觉得 这边有一团 燥热之间 对 一股韭菜味 一股韭菜味 扑面而来 就是那种感觉 张雨昕抱就算了 她一定要抱着 你要做一个weave 对 对 特别恶心 然后我把它踢开之后 她要这样 对 我把它踢开之后 17 等一下 吓坏了 吓 吓得我赶紧跑 心学的weave 吓死了 展示一下 在台下 展示一下 哎呀 不是不是 不可以 张叉叉 你给我过手队长 你对着镜头来 你对着镜头坐 看能恶心死多少人 你把镜头当做17座 你好瘦哦 哪个镜头哪个镜头啊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把镜头当做17一边坐 真的这个 真的这个 那边那边 妈呀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那种害羞担当 害羞担当不是我吗 你敢抢我的 那我是内向担当 你们两个 抢害羞担当也是好意思的 老姐姐也是做卫物取暖吗 没有 没有 我是小姐姐 行行行 小姐姐 老姐姐 怎么取暖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 就是那种 摩擦 对对对对 啊 摩 台下的好懂啊 啥 什么 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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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魔鬼的步伐 一般一般只是这样吗 这样自己摩擦吗 没有啊 还有跟别人摩擦 看到没有 跟别人摩擦 跟谁啊 跟谁啊 照片不是不在乎 这是我们的队友啊 我们team band 就有全体队友 所以 所以说每天冷的时候 然后一群人在那边摩擦 摩擦 对的 我记得我们去年 好像一个外华年的时候 跨年的时候 大家全部抱在一起 然后抱在一起抖 一边抖一边摩擦 去年跨年的时候在室外 对 超级 然后大家穿着那个米其林 然后十几个人抱在一起摩擦 对对对 也不知道隔着一层米其林 能摩擦出什么东西来 还是能摩擦出火花 静电 头发都飞起来 然后我们就像那个沙马特一样 上去跨年 是 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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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温言呢 温言呢 洗澡吧 洗澡是可以 可以提示那个很热 那你要是一直冷 那就不要一直 二十四小时再洗澡吧 如果那个水费允许的话 也可以这么做 你怪不得 但是没有洗完澡出来 那些时间真的很冷啊 我每次都是 你就把空调开大一点 所以小四你就不洗澡了吗 哈哈 就没有我只是辩驳一下他嘛 因为洗完澡出来还是冷的嘛 没有就是快速嘛 快速 快速洗澡 边洗澡边摩擦 哈哈 然后边做wave 哈哈 对 这是今天 今天MC总结的 新的取暖方式 洗澡 他做wave 大家回去可以 对 对 早粉丝回家 回家的时候 在家里洗澡 然后被自己妈妈发现 我觉得 我非常期待的粉丝 就这样做一个 做一个视频 发 app 我们看一下 哎 小姐姐 你真的很吓人 小姐姐你口味好重啊 老姐姐口味好重 你可以穿着没有洗澡吗 你自己 你自己边洗澡边摩擦就算 你还要别人边洗澡边摩擦 我没有洗澡摩擦 我是摩擦 她是洗澡 没事 大家记住以后就是回家 用这种方法洗澡的时候 然后如果被妈妈发现了 然后问你谁教的 就说是她 她教她 可是为什么 如果下面的是男生去洗澡 为什么妈妈会发现啊 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家 很奇怪 不是 不是 不是很奇怪啊 不是 就像我洗澡 我爸爸也不会开门 就很奇怪 不不不 这是就 可能是就跟我家里有关系 地方重点是 你洗澡 为什么他们要开门进来看 你到底在里面干了什么 对啊 为什么妈妈要发现你 很吓人 不是 我就是自己的主观 就是我家里的浴室是透明的 然后跟卧室是 哎 哎 哪里不对 怎么了 哪里不对 不是就是我爸爸做的这种设计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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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爸爸怕你洗澡的时候 就是太热了会晕倒 对 对 对 一听到里面没有洗澡的动静了 哎 对 透明 超有灵感 不是的 不是的 插总 不 可能你爸爸是经常出差 不在家 对对对 给个台阶下巴 吓死人了 不是的 因为我自己一个浴室 我爸我妈一个浴室 我们都是透明的 你爸爸知道 你别再说了 你越说越远就回来了 吓人 哇 好高级 骆驼有毛啊 是不是羊驼啊 骆驼不是都在驼峰那里很出顶吗 不是 不是羊驼 对啊 骆驼不是只有两个驼峰吗 对 它有那个皮毛的那种 火鸡毛 对 不是火鸡毛 也不是那个羊驼毛 是骆驼毛 跟鸡毛有什么关系 跟鸡毛有什么关系 咱们今晚去他房间看看骆驼毛是什么感受 对 剪出来看一看 对 把小丝赶出去 然后最后我今晚上披了个床灯睡觉 对 在门口 然后躲着把我的门安成玻璃的 诶 小丝你睡了 没有 我觉得应该拿着那个骆驼毛摩擦一下 这样会生热 没有 应该是这样子 先洗个澡 然后边坐着 不可以喂不出来 对 在废家里面摩擦 然后再披个骆驼毛在那边摩擦 然后跳 直接提意见 我们宿舍直接翻新城那种透明的 咱们隔壁 咱们隔壁那栋楼就是透明的 对 对 想起来了 听说咱们未来可能会搬过去 你知道吗 对 所以以后我们住的房子可能就是透明的 是所有房间都是透明的吗 都是透明的 就从外面看到里面在干什么 全透明是只有我们进去住吗 那不是要建一个宾馆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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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是建一个宾馆的话 这里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 不是 不是 好吧 不是 是宾馆的话 那我们可能出门 怎么又是你们啊 你们好啊 大家害怕 对 害怕 那插总呢 插总有什么 就是我自己 你自己干嘛 我就是一把火 尊为我 他真的是一把火 超热 他真的是一把火 他不怕冷 你记不记得他夏天的时候 就是咱们那个时候好像春天还没有怎么变暖的时候 就是 还没有怎么到夏天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就是脱衣服了 咱们还在穿毛衣的时候 他就已经掉带 完了之后全身都在出汗 那种感觉 狗吗 不是狗 就是我还秋天的时候 就还在开空调16度 对啊 今天插总也是穿着短裙上班的 短裙 不是啊 你今天不是穿着短裙来的吗 就是上班需要 没办法 啥呀 我为什么 没有人看你的短裙 真的吗 没有人看你的短裙 对 不是上班需要 不是这样的 这个MC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广电局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一会儿就穿着短裙 然后洗澡座位 然后摩擦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好恶心啊 小朋友们不要学习啊 好的好的 咱们就走 赶紧请下面的小伙伴 赶紧请下面的小伙伴 来介绍一下正经的取暖方法吧 走吧走吧走吧 你爸爸要事情 高智琪你好窝啊 好 好 那在这个MC之前呢 先让我送一个生日祝福啊 那个机器君最爱 Angel Lisa 你好 生日快乐 神经病 好来 接下来 还有什么MC吗 这是那个 生日祝福吗 我有 我有两个生日祝福 我这里要 一个个来吧 这边好像都有 我有两个生日祝福 然后第一个 那个 酷大兽 笑什么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然后第二个比较少 别笑 Spice love to eat sweet 嗨 林坚 好 好 生日快乐 谢谢 帮忙绽放的奢华 这个名字 谢谢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第三 最后一位是想嫁居总的渣渣 是唱叉叉吗 在后台 那既在情况面前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 耶 小菊 小菊作弊 小菊作弊 对我们都是背 我们都是背在脑子里的 对 然后我老了 记性不太好 对不起大家 我也有生日祝福 是333 是只小黄狗 旺 在哪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个ID的目的只是想听你说一声 旺旺 没了 没了 好好好 那这个MC的内容就是说大家的究极保暖的方法 有什么 究极保暖 不是终极 是究极保暖 什么意思啊 大家要get到要点 先从纳宝开始吧 嘿嘿 叫你上个MC整我 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先从你做起来 就是摩擦身热 这样的 摩擦身热吗 真的吗 真的呀 就昨天的时候 前天 前天的时候 我们就跟武器生一起工作嘛 然后就 然后就很冷 穿的很少 然后 就不知道看了 就旁边一个个子高高的 我就想 是谁 然后全身鸡皮疙瘩 我刚好也很冷 我就过去测了一下 然后 武器生吗 不是佩馨吗 不是 不是 是武器生 然后 就是他一抬头 因为他比我高高 一抬头 前辈啊 就这样子 很尴尬 我感觉 我都能想到她是神情了 你好 借我看一下 然后 就直接这样抱上去 人家武器生也很尴尬 没有 就什么都没说过 就过去了 然后就很尴尬 武器生就 前辈啊 第一次招呼就不打 就开始摩擦人家 你这样有点 有点过分了吧 武器生被吓到 前辈过来就摩擦了 所以他很尴尬 结果他还以为是我们N队打交互的方式 见到N队人 他猜两下 然后开始摩擦 摩擦摩擦 阿黄呢 有什么究极保暖方法吗 呃 究极保暖方法 其实就是一般的 开 开空调呗 开空调 对 但是我发现就是在出爱景的时候 阿黄就很会保暖 他穿着我们那个米其林套装 米其林 然后 真的很保暖 对 就我们最新穿米其林的人 对 就比方说你指 导演只拍上身的时候 阿黄就把那个米其林 拖到下半身 打成个蝴蝶结绑针 然后我们就所有的人 都get到了这个妙招 对 然后导演只拍腿的 撩起来 你傻吗 我不知道我们都是那种 就一下子就脱掉了 那就是你脑子不好使 一般人都这样啊 真的吗 真的 我以为是阿黄特别的机智 你知道吗 我想说不愧是 那就是你傻啊 谁上 你拍上半身 你下半身当然随意咯 你不知道新闻联邦的主持人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当时就觉得 我觉得应该要就是 冬天嘛 要静夜一点 趴菜一下的陈拉丁 大哥 对我是演艺圈新人 不太好 第一次演戏 不太知道规矩 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是你的首演 对今天是我的首演 大家好初次见面 神经病 武七三刚来又染头发 对啊 又染头发怎么回事的 后面还有纹身呢 你们知道吗 各位前辈不好意思啊 后面还有一条笼子 后面 我怕我脱衣服的时候 你们会被吓到 我会被吓到的 周姨呢 姨宝你有什么 纠集的保暖方法 感觉那么多 那么多新人后辈 我突然觉得 当了一把前辈的 什么新人后辈 你们说什么 你说新人后辈 什么新人后辈 什么新人后辈 怎么回事 不要吓唤小朋友 大哥把我拿穿一下脚 坐 我的龙是不能轻易放出来的 我知道吗 开过光的龙 是点过眼睛的 啪啪飞走 我怎么了 我的天 真的神经病了 我的天 乙宝快点说一下 纠集保暖方法 其实我一直觉得 暖宝宝是一个 很好用的东西 但是直到有一天 就是那次我们一起 就是去刨北京的通告嘛 然后我跟魏妍 就是那天拍到很晚 在前面特别冷 然后裹着米其林 然后回头就听到了 听到了一些声音 然后就看着大哥 推着行李箱 行李箱上坐着朵朵 两个人啊 我当时觉得好冷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心里 一定是特别的暖 你们这样说的 我也无言以的 我只能亮龙了 不要逼我 我要亮龙 没有 那天是这样子 就是他又很懒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 算了我是不说了 来小菊 你来说一下 究竟保暖的方法 保暖的方法 就是你只需要一个水杯 其实也就是水杯的话 你知道很多人 就一直觉得 我拿着那个粉色的水杯 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其实没有 它就是保暖 就是冬天的时候 你可以这杯热水 你悟手悟凉了之后 就是温热的时候 你就可以喝 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像 现在如果再随手拿着水杯 我怕别人说我松 然后我就打算要不要换一个水杯 不会啊 这是你老干部的标志 你知道吗 现在就看到这个水杯 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你 知道吗 以后你公演不要上 你就放一个水杯在这里 我们跟水杯沟通 水杯 好 'll say 翅膀 你带吗 在家位 以后大家见杯如见人 好不好 对 见杯如见人 感觉你有点像皇上的感觉 那见到杯子 就像见到皇上一样 那大哥你去当兵的时候 可以让你这条龙出来 공演啊 我知道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突然间 微博底下 他狂在刷我服兵役的事情 这个人 是这个人 我一下子吓到了 就是他 就是他 你服兵役就服兵役 不要带上我 不要带我们两个好不好 我要去当两年兵 不好意思 我被斟走了 不好意思 你不是被拒绝了吗 第一个面试直接被pass掉了吗 对 你又开始妄想症 没办法 主播需要我 对不起大家 真的 神经病 何小玉呢 有什么究极保暖方法 究极保暖方法就是需要一个人 哦 但这一个人不一定是我 对不对 就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 小玉你在拒绝吗 你在拒绝他吗 你刚刚那个眼神 小玉 这个时候真的很想唱一首歌给你听 不是 你知道我是害怕他下一秒说不一定是我 所以我先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什么 你愿意啊 愿意哦 没有人愿意好吗 你一个人是唱要孤单北半球好了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你 那我要把你那条龙给我 好 我亮龙了 一直在说亮龙的事情 我怕有些粉丝刚打开视频真的以为我有纹身 对啊 不是 少女有像文身厚 不是 王总你听我解释 我没有龙 我好害怕我的天 会不会真的被看到 对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冬天的时候 就是不要像娜姐一样随便就找人摩擦 不要遇到那种地铁里面陌生人就 我来跟你摩擦一下 那种是不对的 对然后找一个就是大家就是觉得 背后有一条龙的人 到底找什么 彼此给彼此一些温暖 对不对 大哥我也要推 我要被推 我也要坐在箱子上被你推 你要被推啊 你已经有那么多人推你了 你还要被推啊 我就不用推你了好吗 我就 不是我的意思是 我要坐在箱子上被你推走 那我只能亮龙了 大哥 你为什么要亮龙啊 真的 一直在亮龙 我下次拿水菜笔到后面画条龙好了 对 闲得我比较对 然后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找到 就是彼此暖心的另外一半 不要像何小玉一个人 孤零零的还老被拒绝 孤单北半球 我有吗 小剧不愿意吗 然后如果这个 这个 如果这个冬天没人陪你的话呢 也有我们陪你了 我们N队的大家陪大家一起看公演 暖心 对不对 也有我的龙陪大家 对 那 那 接下来呢 就是 就是